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幕知识点 就是关于挡土墙的应用 那书本上在我们挡土墙这儿是给大家列了好多个类别的 对吧 我们在这儿不光要看书上的结构 你还要延展去看它的基本结构组成 像我们在21年的考题就考了个挡土墙 主要就是一些延伸实图的方向了 那我们去年出的题目它是一个重力式的 那后面可能再给你放一些别的呢 在我们道路横断面中就可以放挡土墙了 对吧 稍微带一两问这样去出 它也是可以再考的 好那咱们现在就按照图片去记它的特征就行了 这里可以过得稍微快一点 那么首先我们把挡土墙的结构做一个划分 第一个类型就是重力式的 说说话两个 一个是躺在土坡上相对比较薄的 这个是养鞋式重力式 这个就是体量比较大的单纯的重力式 那在这儿你要关注几个结构 首先大方向 只要适当土墙 在土下埋设的部分就叫做基础 那这个基础在贴着外面的就是墙质 贴着里面的挨着土的就是墙中 所以我们基础里面是含有脚趾头和脚后跟的 好然后我们在单纯重力式这下部基础的底部还加了个凸损 抗滑好除了这个之外挡土墙它连续可能会做很长 为了保持段段之间的稳定性在墙顶会加冒石构造 所以在这单独给你画一个构造 那它叫冒石啊好以及我们在整个墙身这里前面就是墙面后面就是墙背身上还可能会去预留一些排水的比如说泄水孔在断面中哎直接打通向外倾斜不要画反了要往外泼不要向内泼啊还有就是我们每隔一定的长度要设置变形缝这个点在我们去年考题中出了个端缝啊所以这个重复出的概率就低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构 物造图给大家配在这之后大家想一想施工流程施工流程的话因为你有地下基础的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开沟槽施工基础那么应该把沟槽挖出来之后进行沟底的处理确保承载力达标然后再做基础和强身的修筑否则你底下处理不了的话承载力不够上面一做底下就变形了所以不管是哪种类型挡土墙这个点是通用的啊一定要做好地基承载力的 检测验收不符合要求处理再检测验收这通用的点那么我们把地基处理好之后呢你就要修这个墙体了在建设墙体的过程中我们身上是会加很多附着的材料的附属的构造的这个构造在咱们书本上给出名字的包括排水系统啊还有泄水孔 还有反绿层还有变形范你把这几个在图上能找到就行了那么首先我们在泄水孔这你面向墙的时候看到泄水孔都是交错分布的不要化成矩形分布哎这种矩形就错了交错开梅花形分布在刚才这构造图上强调方向它要向外倾斜 打通整个墙身那么泄水孔挨着土体这一侧可以做成片的反绿层可以做单点的反绿层延伸问反绿层有什么材料不同力竞的碎粒石或者是土工合成材料所以它有两种材料选择好那么变形凤这一部分很多学员很纠结哎他有吸收沉降的有吸收什么收缩的我怎么打呀你就按照书上原文打在现场性的刚性工程里面 做很长一条刚性工程他要留的是变形凤所以初你就打变形凤是三个字就够了那我再问你这个变形凤中间我们放什么呀他要吸收变形对吧肯定实体是断开的墙伸变形凤和基础变形凤一定要贯通变形凤实体断开不能漏水所以中间会有柔性的能吸收变形的防水材料做天塞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沥青呀麻绳呀等等去给他添上要有防水性的啊好那么 在排水系统这一部分当我们把水哎往外排这个是不是水直接疏导出去了疏导出去了那么他会顺着墙面流到底部我们在底部是需要设置排水沟的 所以贴着挡土墙的脚部会设置排水沟同时大家还要想一个附属的构造就是我们在泄水孔这个地方他要向外流这个地方得汇聚一些水吧 所以往往在点对点的反律层底下会来加一个拦截水的隔水的层次 比如说我们先封一些粘土填在这他水不好过去不好往下走那么不就顺着反这个泄水孔流出去了吗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好然后我们再紧跟着在整个大的墙伸施工的时候还需要去加强对他的一些变形的控制 所以投入使用时要做变形的观测建设的时候控制好变形保证质量使用的时候做好变形观测避免出问题 因为挡土墙如果不稳的话我们这个边坡脚失稳了好第一个类别重力是解决掉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到下一个类别就是书本上给的结构比较相像的一个是横正式一个是带卸合板的主板式 在我们图片中所给的结构名称大家直接对着图去看就行了因为他考验率的概率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只要你看到这个结构第一眼能跟他的名字对上就行 他可能会出选择题啊好那么这个原理的话就是在横正台上有土下压来稳定墙伸 所以底部就可以做的断面薄一点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是不是也有卸合板上面的填土压住能稳定墙伸 所以他是可以做预制构造的可以做的断面比较薄的好把这块的一些特征去过一下 除了构造上的特征之外再看他形状和变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可以降低墙高减少基础开挖这是横正式到卸合板这基础开挖比较少可以预制拼装 好你会发现这共性是什么基础开挖少为什么因为上面填土下压稳定了墙伸 那么底下的体量就不用做太大所以共性是可以减少基础的开挖量 你看我们刚才那个重力是他底下就很大啊他就需要去挖一个大的基础 好我们再看下一组下一组是悬臂式和伏臂式那这里面我们依然还是要找共性 他们二者的共性都是在主墙身底部挨着土这一侧都会有墙肿板啊墙肿板就是脚后跟是个板 我们这个里是墙肿板这边是墙肿板在墙肿板身上填土填土维持墙肾稳定这个是共性 那么构造上的区别在伏臂式里面是每个一定间就要加伏臂的谁配金率高这个配金率高啊 他一般钢筋配在什么地方呀墙背还有我们墙肿板也就是底板的上部 墙肿板的底部啊一般我们在墙肿板脚趾头下面它是容易出现像里斜所以底部压力比较大 再受益大的地方去配钢筋啊这样我们就关注一下配金率高配金率低这个花的钱多这个经济性好啊 所以这样我们对比特点就可以了好进来在下一组里面就是也是比较相似的这是毛杆式的这个是尾杆啊 这后面是带毛钉块的我们先把这两个去对比看一下那么首先在毛杆式里面强调适用范围 你要是想用毛杆去拉住前面的板那一定你的毛杆是能粘在后面这个层次里的只有盐层才能粘住毛杆 如果是土很松散的话你粘不住它它就出去了所以一定是在盐层里一定在盐层里啊 那么毛头的话可以选择像歇缝式或者沙江毛杆可以粘在盐层中间或者歇在盐层缝体里面 那我们强伸这一块是每个一定间距会修泪柱啊你的毛杆最终是跟泪柱去做连接的 好把这构造去弄清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自立式带尾杆的带毛钉块的叫自立式或者尾杆式 这个特征就是它不要求一定是掩体啊我们不是靠这个线去沾掩体的而是靠什么呢通过这个拉杆 它把盒仔拽过来然后有一排锚钉块这个地方我们来固定它所以你只要能修锚钉块就能拉结出前面的板 好这个是电型特征它比较适用于地基软弱的地方所以抓他们的特征 沿体里地基软弱的地方啊这样子我们就扣上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类型叫加金土挡土墙 我们先看构造啊加金土挡土墙你要盯着它的主体结构跟前面都不一样 前面所有的挡土墙都是自身墙和辅助结构而我们在加金土这儿后面的填土也处于墙身也是墙身里部分 它就包括前面墙面板后面的填土填土中加的拉筋条啊所以三个核心构造 那么在构造这儿单独去记它包括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东西 一个是土也塞进去一个是我们拉筋的条道啊这个金带还有就是我们面板的部分 三个核心构造那么特征是能适应交代变形也是软弱地基可以去使用的 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让你挑下列哪个在软弱地基可以选择让你选当墙形式 我们这个肯定是能选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再加上相对来说是可以解决垂直填土比较高的问题施工快造价低 它这个造价是普通挡墙的40%到60% 因为你有很大一部分被土填上了这个钱是很低的啊 跟混土相比的花钱花的很少 所以这样我们就把这几类挡土墙的构造梳理清楚 再说一下共性 所有挡土墙下面都有基础啊 都有基础都有基础的话就都要开构槽都要做构底处理 然后修完基础达到要求回天稳定再接气墙深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工作的内容去弄清啊 所以分类问题是很关键的 那么它的实图和构造在重力士中已经介绍完成了 所以在这我们不再过多纠结它 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个小内容 就是它的受力问题 受力这个点的话是非常好背的啊 我们不用背书上那些图 它有点麻烦了 你就记住三个名字就行 那这个是挡土墙 它后面是个土坡 这个土坡是不是有向下滑的趋势啊 有往下塌的趋势 我就靠脚步设置的挡土墙去挡着呢 所以我们挡土墙后背肯定会承受土的压力 这个土的压力可以把它分成主动静止和被动三种 那么我怎么去判断是哪个呢 你就看土有向前移动的趋势 挡土墙在这 如果挡土墙它自己的移动趋势也是往前的 好 你要往前走 我也想往前走 我们二者移动趋势一样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在躲着你 所以这个时候我受的历史最小的啊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移动趋势 不是说真的动了啊 是移动趋势 它没有真的移动 我们二者移动趋势都是向前的 这个时候受力最小 说的是墙后背挨着土的受力 好 最小的那么它自然就排在最小这个点里面 它的变形是最小的 那么如果这挡土墙它静止不动 它没有移动趋势 这个时候土往前压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反送力 所以此时它叫做静止土压力 保持静止不动 那么这个力肯定是比主要大一点的 因为它躲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翻着来的 土的移动趋势往下滑它 那么挡土墙反而是受外力作用 要往里压着你 我给你对着干 你往前滑它的 我能给你反送力反回去 我还再额外加一个 所以此时是不是我后背受力是最大的 所以当二者的移动趋势相反的时候 那么这个被动土压力就是它了 它的力是最大的 力最大 变形也最大 所以大小排序的时候 最小是主动 中间是静止 最大是被动 比变形的话 最小是主动 中间是静止 最大是被动 一样的 那么快速计的一个方式就是 移动趋势相同 主动移动趋势相反 被动 移动也不动 就是静止 好 这样我们就不用去背书上那个图片了 你就看那个图 它也是一个标方向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简化一点 那么这样 咱们就把挡土墙这一部分的知识 梳理清楚了 到这儿 我们来把第一节整个回顾总结一下 那么第一节中的概念性内容是分类和分级 它一般就跑选择题的 你把几个分类方式 级别性质断定好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说两个结构 一个是黑露面的结构 包括各个结构层的性能要求 选材 对吧 然后再加上整体沥清混合料的材料 还有一个再生沥清的全方一期了 接下来我们又另外一讲说了白露面 白露面水牛混凝土的 它的结构性能选材 加上接缝说一期了 然后我们还给了挡土墙的一些分类问题 那么整个看起来在结构这儿是可以配合着断面图去直接考你它的性能特征的 所以我们需要联系起来 白露面这一部分的可能会考到缝的问题 所以需要加强看一下图片 在挡土墙这因为21年刚考过 所以我们22年赛出的概率比较低了 好 那么整个第一节这儿也就是在结构这儿可能会出现案例考点 那我们把结构施图去加强一下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选择题的考察方向 好这样我们第一节就完整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到道路工程各个结构层的施工要求